西游记中,神仙分为两大教派,一是华夏本土的天庭,天庭之人被称为仙,修炼为道,二是西方的教派,名为西天,西天之人称之为佛,观音,金刚等,而西天之人修炼自身,要说两方谁强谁弱,我相信大部分和小编的结论一样,那就是天庭。 天庭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分支,在三界之中非常重要,那就是地府,天庭加上地府,西天肯定不是对手,我们知道天庭的管理者是玉皇大帝,但玉帝并不是天庭的真正统治者,玉帝武力其实并不是多强,但是玉帝头脑厉害,做事果断,不留情面,因为这几点,他才能坐上这个位置。 我们从猪八戒,沙僧就能看出玉帝很厉害,猪八戒在天庭可以说是玉帝的左右手,只因犯了一点错,就被贬下凡间,投胎当猪,颇有一种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感觉。 而天庭真正的掌控者就是三卿,三卿身为圣人阶段的大神,肯定不会无聊到天天披揍者这种地步,所以他看玉帝不错,就把他推上了这个位置,三卿扭头便做了甩手掌柜。 回归正题,今天就来说说西天谁才是最强的,看似是如来管事,其实他的处境和玉帝差不多。 我们先来说说第三名,第三名就是药师王佛,他的本领可是让人大吃一惊,在三界中不论谁得了什么病,只要心里默念他的名字,病自然就好了。 在西游记中,有个孩童生了一种怪病,就是用这方法治好的,而药王佛存在的时间比如来要长很多,所以将他排在了第三位。 第二名就是我们都认识的弥勒佛,弥勒佛又称为未来佛,弥勒佛在我们的印象中挺着一个大肚子,总是一副很喜庆的样子。 在西游记中弥勒佛也出现过,大家在西游记中发现一个问题没有,那就是孙悟空竟然对弥勒佛非常非常的尊重,这种尊重超过了对如来唐僧玉帝。 就和孙悟空尊重菩提祖师一样,而掌管未来的弥勒佛神通极大,就算是如来在他面前也是不敢放肆的,第一名就很纠结了,因为有两位人选,所以他两位就算是并列第一把, 第一菩提祖师和燃灯古佛,大家很疑惑菩提不是道家的人,怎么可以写进来呢?菩提虽开道馆,但他的名字透露出他是佛家之人,至于他什么原因离开佛教,这一点小编真的不知道。 但是他曾在如来的地盘上开道馆,而如来完全没有发现他,这就说明他的实力估计也在圣人阶段,甚至和三清差不多。 如来有一双慧眼,堪称三界第一眼,比侯哥的火眼金睛高出不知多少倍,可以看穿一切,甚至能洞察因果,比起眼睛三清可能也比不过如来,就是这样一双眼睛,完全查不到菩提的存在。 这只有一个问题,菩提的修为达到了非常恐怖的高度,孙悟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 菩提教孙悟空只用了三年时间,侯哥虽待了十几年,但是大部分都在打扫卫生,真正拜师学艺也就三年而已。 三年时间,侯哥的功力就可大闹天功,如果教侯哥一百年,侯哥不把三界给翻了。 菩提示一,下面再说说燃灯古佛,燃灯古佛出生就很有意思,生下就不是凡人,脑袋旁散落着光运,甚至跟随一同而生的还有一只坐骑。 而燃灯被称之为过去佛,在西游季后中,燃灯佛出场就是西天第一佛王,他帮助了孙悟空许多,而更加可怕的是还在后面,有一回三清请燃灯古佛过去分享分享修炼经验。 双方谈道了道,道是天庭所修,而三清更是道的化身,当燃灯古佛谈起自己对道的看法时,把三清吓住了,燃灯理解的道,竟和三清差不多,甚至比三清理解的还要深奥。 从此三清就对燃灯忌惮不已,再也不找他论道了。 但从有明确记载的所谓善慧童子和燃灯佛的这么一段因缘看,释迦摩尼确实不是最早的,可他不是佛教的创始人吗? 怎么会有人比他还先呢? 这里就要区分佛学和佛教了。 佛学是一种哲学,是乔达摩西达多思考并提出的,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。 而佛教是一种宗教,是佛学这种哲学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演化出来的,以最早的佛学为依托。 但不仅仅限于学说,它被神化,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。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,就是道家和道教的区别。 我们说道家指的是以老庄为代表人,道德经,庄子为代表作的一种学说。 道教则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供奉三清,六玉等神奇的宗教。 所以,乔达摩西达多确实是佛学的创始人没错,但也是佛教神话体系中的一部分。 所谓燃灯佛等形象都是后人添加的,历史上并不存在。 哲学家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简史》提到,佛学与佛教并不相同,知识分子们热衷的从来都是佛学。 燃灯佛只是佛教中的佛陀,是后人在不断充盈佛教体系中诞生的,他被赋予了诸多身份。 过去佛,释迦蒙尼恩师,这种与创始人平起平坐,甚至隐隐高出,创始人的地位是后人赋予的。 所以,他在佛学中不存在,但在神话中是常客,而且总是重要人物。 诸位想想,神话中燃灯道人的形象就明白了。